大家好,我是朱常,今天是2022年2月4日,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开始之前想提提大家,我们今个星期日,2月6日晚上9点,会在YouTube做一个大市分析直播,亦是农历年的新一年第一次直播。 会详细分析2月份的部署和商议策略,到时会和大家深谋分享。 好,先说回今天的市场,高开高走,又是一个接近单日,没有千点到八百点的升幅。 乘折是星期一放假,前后也跟大家说过,如果当它再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譬如像今天那样,七百到九百点的升幅,大家考虑就要走过了。 现在又是这样呢?北水又未回来,怎么办呢? 这里呢?坦白说,先买个小小关子。 那我详细,我星期日就再跟大家详细分析,大家记得要参与了。 但是在短期的角度,我就觉得指数就未必有最大幅的,再有大幅的爆边的空间了。 当然当然,在整体的市场里,我都很坚持,就是因为你一知道跌到23,500, 或者夜期刹到23,200的时候,那些人又转回很灰暗的嘛。 就是25,000就很hyper,但是跌了下来好像很灰暗的嘛。 但是在这么灰暗的那一刻,你看到也很坚持一点的。 就是今年的低位,商底227那个位是不会试到下去的,是不会试到下去的。 那么你看到现在都夹了差不多八百点的机座之上, 你说要试到227就基本上更加困难了。 那这个核心我也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你单看传统类的股份, 其实你有多大的幅度可以试到下去呢? 如果你真的要试到227的,或者以下的, 其实你的可能要试到科技管得来, 科技管得来要跌到好心好心, 甚至700要低于400元你才可以做到的。 但是700是不是这么容易让你跌到400元呢? 那你们大家可以自己试试一下。 那么当然,就是说下方没有底了, 但是上方也是短期的空交,我觉得也是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月的高位,虽然未必出的,可能会更加高的。 但是这个月,其实你也看到指数很难玩的。 所以其实不应该是乱暗做这个是index的future或者option的。 所以,和一月份是相比的。 你看到我今个月都没有太说一个指数的仓位。 这个也没错的,你可能会觉得这样是赚少了一千几点。 但是坦白说,你不要介意这样说, 多一点点事后的感觉。 除非你是要那么强悍到, 是上个星期的夜期的时候, 跌到23,000和23,300, 距离22,700一步之遥的情况之下, 你不但不辜其子, 你够胆去拿其子, 还要是连在hold那几天的情况之下, 你才会有一个是这样的升幅。 所以其实要操作得来, 在现实上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 好了,但是有些人就问了, 朱长,今个月不讨指数怎么办? 我之前已经是说过, 有部份的个股, 其实下星期, 今个星期也有个挺不错的升幅。 我之前也有说过, 是所谓炒股不讨市的理论。 专注一些有fundamental或者有动能的股份, 例如一些是相反向下动能的股份, 例如一些生物科学股那样, 你看到今天升红800点, 那些生物科学股都是跌到趴债, 那些真是珍惜生命了, 不要乱去赌博了, 那些比赌钱还需要下海。 但是我们就是说, 现在虽然是升红800点, 但是我觉得在下星期, 可能仍然有些正股, 可能仍然是有一定的, 可能升幅都不出奇, 例如说好像是信与光学, 或者是京东, 或者是比亚迪那样, 这些无论在继续的技术里面, 都可能会进一步, 有一些反大的空间也不出奇。 而另一方面, 都可以留意一下, 有些股份, 如果乘以一阵, 譬如说拿一些中国来年新年做借口, 或者是哲气做借口, 或者甚至是冬奥做借口那些, 夹上去的股份, 上升至近期, 其实是相应的指浪高位, 都可能倒转为了保护自己的借口, 或者甚至是纯粹衍工会投机也好,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那些是长股份的, 我们在2月份的讲述, 也会将重点放进去, 教大家如何做淡做借口, 保护自己的借口, 甚至是投机获利,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报名, 我讲述都是费用全面的, 那我们也去回美股本身, 我们看到假期这段时间, 美股也曾经做过一个不错的反弹浪, 你看到道指始终彈得比较好些, 你看到35600点最高, 这个指浪的高位, 和上面最高历史高的36800, 其实是第一步之遥, 那相反, 你看到纳指的图, 再开放给大家看, 你又发觉是没有那么漂亮的了, 那我们也会再重新, 就是整体道指的气势, 相对来说是比NASDAQ是好的, 就是说, 如果之前有听, 大家有听过我说的其中一个小的策略, 就是说, 你想想有没有那些人, 如果是Long这个Dow Jones, 但是是Short这个, 是所谓LasDAQ, 倒下来就围回LasDAQ, 有机会赚钱呢? 那你见到, 如果你真的以为这个小说法, 是这样去做的话, 你围回现在这一刻, 其实你也是有得赢的, OK, 而且就是说, 在道指的成文股来说, 那你见到, 我们一直力推的Apple, 那你见到就非常开心了, 就是Apple就是一只, 所以, 就是说, 正如我一月所说的, 结论就是, 道指是会好过LasDAQ, 所以大家是要注意在整个部署, 就不要乱去做LasDAQ, 是所谓的成份股, 那现在当然, 问题也得来, 既然美联主公的不确定性, 已经一步步超化了, 那美股的走势, 再之后是会怎样呢? 之前我都跟大家说过了, 其实美股, 无论道指, 甚至是特别纳指的形态, 都会搓上搓下, 走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所以就是说, 在这样的走势之下, 如果你逢是搓到双比较高, 你才选择去追货的话, 很容易被人砌回来的, 相反就是说, 好似一个例子, 在前日, 昨天, 纳斯打指数, 创了2020年约干月之后, 最大的单日跌幅, 跌了差不多4%, 那时才把这些方向股, 在我现在做节目的这一刻, 你会看到, 市场是因为Amazon, 或者Snap, 那些页息好,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 到处后, 你这样无限地, 见面又在追股, 见面又在追差, 可能输10转你都不行了, 所以就应该, 是将这个跟红顶白的玩法, 就换回转, 是如果想偷看好股票的, 都要真是好股票, 不是插Facebook那些, 那你就要真是要, 找些好股票, 然后趁大跌, 勇敢地去做了, 好了, 那当然, 如果想再知道, 多些详细的美股的分析, 或者是个别的个股的了解, 那我们在星期日的Live, 和之后的讲座, 也可以和大家深入地交流, 那最后, 之前也说过, 是会讨好一些问题, 又回答一下, 那现在就回答一些网友的问题先, 那第一, 就是说, 富途究竟是什么价位是可以买入的, 那我个人觉得, 其实, 其实, 与其你是博富途的话, 不如你看回, 用衍生工具, 不如用光河, 或者甚至窩论, 或者你熟悉的牛熊症, 都不要紧要, 化大杠杠, 去做港交所的, 看好的仓位, 更好过, 因为在富途里面, 始终来说, 现在是受到国家监管所控制, 所监制的, 所以在股价里面, 其实来说, 都比较难去分析, 所谓的fundamentals, 在技术上, 的确是可以设置止损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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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38, 做止损位, 是拨它再多一段, 但是, 在我做截部的现在这一刻, 其实, 它应该也都在夜期的时段, 也都现在, 就是美国开盘的盘前的时段, 其实, 现在它也反弹了, 进一步, 总而, 你准是弹了一阵, 你才追, 其实, 你通常都会被人砌回来, 可能砌, 还要不止砌10%, 可能砌10%, 那你何苦呢? 所以, 正路的, 就是应该用港交座的, 衍生工具去取代, 富途的正股, 那如果你真的要强势要做富途, 那就照舊了, 回到相对比较好, 就是指楼的低位, 不要选高追, 那你设置$38, 要用个价位打把, 那就转了, 好了, 1918, 16元有货, 应不应该继续持有呢? 或者现间应不应该追货呢? 那其实, 融创始终来说, 风险相对比较大, 就是了, 你能否保持这个股份, 其实都要看, 你对于整体融创的信念, 或者, 你对于融创, 究竟你相不相对比较大的难关, 但是, 也许我坦白, 就算融创是事后, 终极事后的角度看到, 是可以度过难关也好, 但是, 他可以先经历一个惊天地一鬼神的下跌, 然后, 插爆了所有人之后, 然后, 他才会告诉你, 没事都还可以, 所以, 阿兹就是说, 9个多这些位, 其实, 他真的要打穿的话, 还是弱个豆腐的, OK, 基本上是弱个豆腐底, 那变成就是, 其实, 你融创这个价位, 你知不知算呢? 其实, 真的要看你自己, 对于股份的信念, 究竟是去到怎样了, 或者, 你知不知他可以度过难关, 还有, 万一是, 我嘩口说中了, 他先是无量大海底, 是震霸那些人, 才告诉你, 没事的, 那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去捱过这一段, 是, 即是, 震天地一鬼神的, 震污的跌浪呢? 那你真的要自己考虑了, 但, 我一定就不建议了, OK, 以免越输越多, 好了, 那6969, 其实最近的走势, 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稳一点, 在刚刚完成了的, 全年的业绩预告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季度的业绩, 是有一定的, 是所谓的, 环比的下跌, 而且一些幅度, 也都相对比较大, 那这个就是, 同因为, 在整体的政策, 不明朗的基础之在, 或者是, 疫情的关系, 在中国很多, 它上游的, 一些电子烟的烟草商, 那生意, 都将来说, 是比较放缓的, 出货量商比较低了, 那这个呢, 对于6969, 自己都有一定的, 所谓的影响, 那现在, 券商呢, 都对他往后的, 盈利预测都开始, 暗压底的, 是下跌, 有可能, 往后两年, 复式是增长40%, 都暗压底, 调到大概, 26%到28%左右, 那这个也是影响了, 所谓的管值, 那个角度, 而在技术面的角度, 我们就必须可能要设, 如果你说, 怕它三底, 故意地打爆的, 那又设可能是, 宽阔一点的止损位的, 那可能你就设30元, 或者31元咯, 坦白说, 跌了坏都是, 你可以设计软一点的价位, 避免假投破, 这个, 但是呢, 你都不可以有它无限的下跌, 你撤破了某些关键的推价, 你仍然都要被迫捨得去放手, OK, 因为在最近的市场, 打了这么多的角度, 有陶爷的感觉, 真心来说, 是相对比较差的, OK, 好, 那最后, 就是说大户要处多些牛, 才杀下去, 有人说这个点, 然后还醒了一句, 就是说你懂柴柴吗, 就是类似他这样说, 他是不是说这一句, 多些感觉都是这样说的, 这个, 那首先, 其实我想说一点, 大户有时, 是不会理你的牛熊重货区的, 这个, 那么, 你们经常觉得大户看着它来吃, 我都明白的, 是有原因的, 但不是你看表面那种这么简单, 如果你们真的在虚心想知道原因是为什么, 而不是在这里留言, 就为骂而骂, 那是真心虚心, 大家互相切多, 想理解他背后的操作模擬是怎么样, 而不是很狂, 下句话就觉得自己是世事看透了, 周围在这里骂人,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 那你可以告诉我, 你真的想互相切瘦想知道的, 那如果多人是留言的, 那我就再拍和读那篇跟大家解释, OK? 好, 那如果喜欢我们影片分析的朋友, 那记得订阅, like, 和share给你的朋友, 那照够吧, 如果有任何关于港股和美股的问题, 那欢迎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存在一次个回答大家, 我是朱sir, 下次再见, 陆河 次见 他拍摄 前面 继续 比酒 准序 前面 前面 伏 岸 出针